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,周杰伦在济南连开了两场演唱会 每场超过30首经典歌曲的暴力输出 让济南市迷还有许多从外地土地前来的歌迷大饱而服 昨天有网友发现,在周杰伦济南演唱会现场 当大家都在挥舞着荧光棒全场大合唱时 有一名小学生正趴在座位上,埋头认真写作业 这位小学生头上还带着粉色应人同事认真写作业的状态 跟周围的欢呼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作业一带谁都不爱 想当年大家都是听着周董的歌写作业 但人家这可是现场环绕立体声的体验 这位小朋友真是追星学习都不耽误呀 不过也有可能是有着追星父母所以才被带过去的 毕竟当年爱听周董歌曲的少年如今都已经长大成家了 周杰伦,看我唱歌还不写作业吗 此情此景让没抢到票的网友酸装一片柠檬林 有网友甚至改了周杰伦的歌词来表达对小姑娘的同情 不少人也纷纷是爱住了自己曾经在演唱会上见过的粉丝迷惑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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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